削帆引发了瓦格纳特别抽象兵舰行动 嘿伙计 当年我指挥着一群突击小子 拿下了巴赫木特 那您怎么就到明斯克开饭馆了 兼人所害兼人所害啊 这大概就是瓦格纳老总普里格金 在白俄罗斯的退休生活场景 6月23日 俄罗斯出现瓦格纳兵舰事件 位于罗斯托夫的南方司令部被占领 普京将此时定性为叛乱 但仅过了一天 事情就划成了戏剧性的结局 普里格金退兵 并得到了白俄罗斯的安全保证 俄罗斯政府取消了对普里格金的叛乱指控 可以说双方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这个军子协定 关于损失 俄罗斯方面军事博主的消息是 数价军机被击落 但全部进行影像确认上需时间 损失情况暂不明朗 而俄国防部方面则是没有提供损失数据 普里格金兵变的核心原因 是俄罗斯国防部打算对其进行削帆 就是将瓦格纳战事收编 与国防部签订政治合同 也就是说从雇佣兵变成正规军了 但普里格金不断公开表达对这行为的反对 并且延续了其大骂国防部长邵逸谷 和总参部长格拉西莫夫的一贯风格 甚至炮制出了所谓国防部 袭击瓦格纳的这个诸多戏 什么撤退路线上埋AED 还有什么导弹袭击瓦格纳营地等等 当然这些说法可能没什么依据 仅停留在这个你说是那就是的程度上 考虑到普里格金此前的种种演戏 很多网友都觉得这应该就是 他一贯的这个抽象行为艺术 然而事情还是闹大了 也许是普里格金的政治逻辑 过分崇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了 所以他决定带着部分私兵来一个正义游行 只是他估计没有想到 普京会给这个过于吵闹的好儿子一巴掌 哪凉快哪待着去 以后去你如老爷家里吃饭吧 而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 普京的这一系列操作 可谓是极度理性的 以较小的代价消除了未来的不可供应素 在现代语境中 瓦格纳叫军事承包商 但这种有人有枪 在非洲还有势力范围的 放在古代那就是藩王 放在近代就是军阀 是横跨军商界的一名能量巨大的寡头 缺藩在这种情况下是必须要做的 区别只是早晚是战时还是战后 对于普里格金本人来说 这是个极其痛苦的过程 瓦格纳为了发起不怕斯纳亚战役 已经从其他地区大量抽掉兵力了 由于其执行了大量的巷战突击任务 对于一个公司而言 伤亡是很大的 到了巴赫木特战役时期 为了维持更广阔的战线 甚至开始招募囚犯 组建惩戒营 这足以见得其兵员之紧张 但也正是因为其公司的性质 瓦格纳士兵的生命 成了可以被善用的货币 而对于这些士兵的正规化 必然伴随着瓦格纳集团 未来干黑活的业务能力的下降 以及普里格金个人身价的暴跌 当然普里格金的边外军事特权 和庞大的财富 是在普京和希拉维克集团的允许下 逐步建立起来的 西方的寡头 希望俄罗斯在战争中输掉 而自己能像土秀一样 大肆啃食巨人的遗体 并且获得西方的奖励 而这批寡头 随着俄乌充数的爆发 以及俄罗斯民众维持军事斗争的意志 愈发坚定 会在俄罗斯国内越来越哄不下去 有些已经被物理意义上清算了 有些则是改建一辙了 但本质上 希拉维克集团与俄罗斯最魔政的民族主义者 黄俄派 大斯拉夫主义者是不一样的 希拉维克集团的特权 建立在市场 新自由主义这些套路上 而不是恢复沙皇时代领土 成为所有斯拉夫人的保护国 所以从根本上讲 普里格金 斯特利尔科夫等一众 动辄要求总动员 大打特打欧路战争的 在意识形态上 和现代俄罗斯的统治集团 还是不同的 而反映在战场上 就是俄罗斯正规军 更惜命 死不起 相比之下 瓦格纳乃至以前的 这些乌冬亲俄民族主义武装 更喜欢不要命式的硬碰硬 在外敌环伺的大环境下 双方可以一起扛枪 但要知道 他们本质上不是一路人 所以难免互相下半 只能说 普里格金这次最终认怂 是好事 没有一发不可收拾 最终大家还可以 以莫斯科往事收场 俄罗斯吃瓜群众 也就是打卡拍照 笑一笑就结束了 不然恐怕这事件名画 建卫军临行前早晨 就要重演了 那才是真的 亲者痛仇者快 同时这次事件也再次提醒我们 挡指挥枪是多么的重要 参观改编和古田会议的经验 是通过鲜血总结出来的